您好 心中有爱才能被爱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安杰 来认识一下二号女嘉宾 爱情之所以珍贵 就在于真诚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齐晓文 和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您好 只指手 与只偕老 我是来自沈阳的台雅英 好的 四号女嘉宾您好 孤独时日有你相伴 快乐是有你狂欢 我是来自沈阳的齐晓文 我们常说军人是很神圣的 保卫一方国土 是英雄一样的存在 那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就是因为有他们负重前行 而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男嘉宾 他曾经是一名军人 是一名退役老兵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 潇洒呀 我一看这个马上想起来 泰山顶上一颗松啊 马上你就会感觉到 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是他的那个高山之天 对 参天大树啊 而且这么看腿很长 对 我不知道我们女嘉宾看完之后 对他现在的样子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描述啊 答案马上揭晓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闪亮登场 作为军人保卫主是我的天子 作为丈夫我要把我的家爱好 爱的情侣我来了 好欢迎您 哎呀您得把这话说得特别的中听 我这太开心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的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 只有祖国和家 那以后是不是回家里边之后 媳妇让干啥就干啥 哎呀不用告诉 自己就是主动干 我的一生都是为延绵服务 回家为国 回家了之后为媳妇服务 对对对 行不行 对 那我们也看看啊 咱们这位退役老兵 这样一位好男人 他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 16666号 孙先生74岁 沈阳人 离异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子女已婚独立 一个人在都市生活久了 离村子的人越来越远 人毕竟来源于自然 亲戚于自然的心 这就是我向往田园的缘故吧 我是52年的老兵 部队右党 亲近看看一生 现在老了 归于原田生活 我吃养鸡 种菜 挺好 我每天早上 会早早起来 打理我的小菜园 菜里种的蔬菜 绝对是绿色的 从我打能药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你在我身边 什么都不用你干 你就享受天元的历史生活可以了 女嘉宾 你想和我过一个 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您在部队里边的时候 是哪个兵种 我是工程兵 给国家构筑毛固的果房 那你应该是很能吃苦吧 似乎一流的 我看您那个老板里边说 还喂过猪 干过好多的农活 是吧 是在部队干的 还是回家之后 回家之后 对 现在呢 现在经营一块绿色原田 种的是绿色熟菜 好多的农活 好多的农活